一丹奖的奖牌 这是一丹奖的奖牌 是吧 我们很有幸请到靖戴强先生 一位国际的设计师把我们设计 就是东西方的一个设计 它是什么理念呢 这是一笔画出来的 意思就是一片担心 就是对教育 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初心 就是一片担心 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大奖 它都是以人的名字来命名的 比如说以捐赠者的名字 或者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 杰出人士的名字来命名 比如说数学领域的菲尔兹奖 还有计算机领域的图灵奖 都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奖叫一丹奖 是不是因为您的名字 所以我们把这个奖叫做一丹奖呢 毫不讳言 应该有这个关系 其实我对这个奖项的名称 我是持开放态度的 我就让团队来给我提供名称 他当时就说有陈一丹奖 一丹奖 他说一丹奖是有一片担心对教育 那我说那我也吻合吧 我觉得也是主要是回到这个初衷 所以我也觉得 他们觉得这样会比较 也能反映出你这个初心 我想我就接受了 这是实际 是是是 就一片担心的意思 另外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一单讲的这个设置啊 机制啊 我们就按我们自己的理解 围绕这个初心啊 就走自己的一个特色的路去走下去 谢谢 我们想要把它复杂 再缓一顺 一顺